大家好,我是大同虎哥 今天做一个风味茄子 做风味茄子手选长茄子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把软芯片去,切成条状 这道风味茄子融合了茄子的鲜嫩和脆皮的香脆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茄子斜刀切成条状 厚度大约一公分左右 茄子切好以后来一点葱丝 再准备一些香菜段 炒锅洗净倒入适量的色拉油 风味茄子的关键主要是拍粉 茄子表面淋入适量的清酸 刷一把玉米淀粉搅拌均匀 叠锅式的把它表面都沾上玉米淀粉 我想茄子的表面酥脆 要这样拍上三次的玉米淀粉 我是第二次的 它是涉及到拍粉的菜 这是奠定基础的第一步 这一步做的不是很到位 就会影响出品的效果 再开始淋入第三遍的水 来自表面再次的打湿 再抓入一把玉米淀粉 做到每一个茄子上都挂满一层玉米淀粉 埃好粉的茄子现在倒入漏勺中 把多余的粉渣漏掉 再油温也升起来了 到六层油温以上 茄子倒入锅中油渣 入锅的茄子不要动 晃动一下锅底使其定型 至二十多秒以后 用油壁纸打去粉渣 茄子以炸至外表焦黄 再大约炸至了快一分钟左右了 茄子已经炸好了 倒入漏勺控油 把锅拉起来 放入几粒花椒 适量的干辣椒 煸炒几下 放入适量的蚝油 煸炒几下 淋入适量的醋 放入适量的白糖 淋入适量的蒸鱼豉油 加它的咸味和鲜味 一些蒜末 开始小火上锅 把汤汁熬至融炒 倒入炸好的茄子 快速翻炒几下 放入葱丝香菜段 还有芝麻 与翻炒一二三四五 出锅装盘 茄子的独特风味 与调味料的巧妙搭配 我每一口都充满层次 你学会了吗